2016年诸神之战16强的入场卷 这是一场恶战啊 也是一个差一代人的恶战啊 在泰国那个32岁呢 是很大的年龄的拳王了 拳手了 好比赛开始 蓝方猛兽坎斯特 同方狼王鲨鱼狼 双方开始我看到都非常的谨慎 对 一看都是训练泰拳的 而且双方的战架呢 一正一反 鲨鱼狼是反架 坎斯特是正架 这个32岁的老将 为了理想 为了自己的目标 还依然在战斗在拳台上 可惊啊 非常传奇的一位泰拳王 曾经啊在年少 刚出道的时候啊 是因为就是各种的当时 原因嘛 驱使呢 是打了一场可以说是假赛 但是被泰拳界 可以说当时是除名 是以卖水果为胜 但是呢浪子回头 可以说在过去的那么多年的时间 浪子回头以后 是鲜有败寂 对 看来他还是对自己的这个目标 还是在一直在奋斗 他心里是离不开这个 还是值得尊敬的一名选手啊 有个拳王 刚刚比赛开始的时候 双方都是非常的 紧慎 非常谨慎 那沙利郎呢 是先开路 一个非常重的高草踢 漂亮 凯斯特下钩 凯斯特的爆发力非常的强 凯斯特 来自一名俄和荷兰的选手 赫兰也是个拖击强国 非常重连续的重拳打到了鲨鱼郎 从他的报价还打的发行录下他不像十九岁啊 就是自己的年龄跟自己对手之间的差距 对啊 这个要在高原作战 所以说体能要恢复体能的一个冲啊 要恢复也是一个调理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什么 他这个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些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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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聪刚才几番的双方短兵 相信能够看到蒙兽坎斯特 他的拳法是极具威胁性 我们看到长才是给了鲨鱼郎 还有双方都有了口头警告 不要再有过多的消极的残暴 双方又是 我们看到非常机器主动啊 坎斯特机器主动的正灯腿的开路 在打击的密度方面 看到坎斯特打击是 毕竹更加凌厉一些 小心啊 有这边老拳王 但是呢 打得还是非常顽强 但是面对于19岁的小将呢 这个小将呢 坎特斯也是一个 打不非常硬朗 力量非常大 这次呢 我们这边赢了219胜的老将啊 这老拳王啊 真是的 面对这个非常年轻 而且非常强硬的选手 是的 在第一回合 我们看到坎特斯 确实给了鲨鱼郎 不小的麻烦 呃 鲨鱼腿法和他的什么都还可以 但从拳法来看 在那名年轻人呢 这年轻人更重一些 那我们即将进入到双方第二回合的对决 好第二回合开始 而且从第一回合 王守刊 这是他的 拳法方面来看啊 他的这种也是不爱常理出牌的 对 他的打法可以说从各个角度都能出重击 因为他就他就他就我看他当时打拳的各个角度可以来回换 哎呃 前腿的几次的试探 鲨鱼郎是靠近 现在问题就是鲨鱼郎这场比赛 哪要拿出自己武器空当 武器库当中的什么武器来遏制住这位小将 推法 又是一击的高扫踢 前手刺拳 但是这个鲨鱼郎的那个拳法打的也不错 哦刚才是非常危险啊 鲨鱼郎是非常显得躲掉了 凯特斯的重击 哦好的 扫踢非常重 对 多走多坐 也许这种低扫踢也是一个办法 对 第一是你重量在那给压制地方 你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啊 也对啊 看着他的KO率 36 36场胜利21次KO对手 哎呀快满贯了这是KO快满贯了这是 所以说呀这个鲨鱼郎啊我们这个老将啊希望把这双手拿起来 刚才是鲨鱼郎的迎击 中远记得多做腿 刚才他低扫做得非常漂亮 可以多做 哦 我们看到 凯特斯他的拳法啊不管是组合拳还是单击都非常 嗯 单拳比他做出的力量多好用腰劲打下来再打拼弓 这人用腰 同时凯特斯也要小心啊这个鲨鱼郎突如其来的高扫踢的进攻 有可能是一腿定印的 对 好直接的又是一个上攻拳 凯特斯越战越勇 杀一郎的技术体系在这场比赛 被这个凯特斯压制住了不少 压制住了因为什么呢 他的拳法太灵也速度太快 好的 这也是换一技颜色 但是呢还是多做腿 把你得一技多做出来 又是一个中段的扫踢 杀一郎的拳法虽然重 但是面对于凯特斯 他的拳法连击方面的总是会被凯特斯 撕破自这个鲨鱼郎本身的这种拳法组合 也不错也不错 但是呢他们面对这个小小手太强大了 中拳顶膝 杀一郎的重拳击辅 赏赛金再次的警告双方不要有过多残暴 好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然后第三回合 决胜局 而且这场比赛的胜者 今天呢还会有一场比赛才能够进入到 有机会进入到16强 也就是说 对于高原作战啊 有两个挑战 一个是这场比赛 还有下一场比赛 但是对他的体能是一种考验啊 但是到第三回合双方体能看着没问题 这个难道说他们是在高原训练过吗 不是 还是他们运用的非常合理 所以说这是我们队员以后多学习的 我们看到杀鱼郎 在这一回合倒是有几次的重拳有打到 哦 非常快 多做 多做 我看这Kenters他的这个截击腿也是非常快 哇 要偷 哦 怎么回事啊 哎哟 可能是 哦 这个我这 消极的搂抱过多 双方都应该是有环盘的 这个 这个盘呢我觉得有点勉强 双方有点勉强 双方打呢还是比较积极主动啊 这个看来这是对他们要求很高啊 好 看到比赛 还有一分五十秒钟 帅郎的低扫踢 帅郎的每次的单击都非常的重 他应该多做 这个低扫他打内侧打内侧 这个这个 夫人呆这一块是非常好的 刚才他做了几个都很好 为什么不再多做呢 高扫踢 我们看这个时候 Kenters的重拳在这个回合 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但是Kenters一直在寻找机会 现在还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前手 直接打到 确实很多的泰选手啊 他们他们会 习惯性的把自己放在绳圈的边上 对 但是尽量不要在绳圈的 因为他拳重的话把你顶着打 所以很危险 Kenters刚才一个摆拳落空 现在鲨鱼郎看 能不能抓着最后一分钟的机会 有没有反扑的可能 好 来 周铁起腿了 你的得一记就是低嫂高嫂 你为什么不多做呢 对 沙鱼郎的单击非常的重 40秒的时间 连续的重机 看到好像是给Kenters造成影响 看着是他这个拳发挥不出来了 直接的肌伏 他变这个老将太油了 沙鱼郎 好提示 20秒钟的时间 直接的肌伏 沙鱼郎又想是最后10秒钟 漂亮 沙鱼郎最后的反击连续的袭击 这一回合呢 这个沙鱼郎表现得不错 还是连续老将 又是一个非常重的高扫踢 好 卡到最后的10秒钟 拿起来 快到手了 也不要太大意 连续老将成功的一分对方的重选呀 好 比赛结束 好 看到 加时赛 还好看见沙鱼郎的高扫踢 如果说沙鱼郎能够延续自己刚刚在第三回合的这种打法 就可以了 因为他得势了 不要往不转身 看到 Kenters还是要 发挥自己的重拳连续啊 刚才看到 现在第三回合Kenters虽然重拳没有发挥出来 但是呢 还是有几次击辅拳的 对 他这个重拳 他为什么呀 他当时啊 人家离得太近 他打拳的话都打到B榜后面去了 所以说不能扑太近 打中远距离 你是拳才能做出来 是的 那位Kenters是非常敬畏 沙鱼郎的后腿的高扫踢 可以说一直在前两回合一直想要压近 以拳法来压制 还不止掉了 双方一直在短冰相间 非常近的距离 啊 不止掉了 再冲洗一下 看一看 看一看 好比赛继续进行 杀鱼狼这场呢 比赛不要离台阶 其实他拳也不会说能输对方多少 但是呢 你中远得一剧 你在这扫腿 你为什么不多做呢 拉开中远几率 扫那么几腿 你意向分队友嘛 现在看到 杀鱼狼还是非常的谨慎 而Kenters 杀鱼狼的正等腿 Kenters之前呢 也是有正等腿作为试探 他们有什么战争 只是试探而已 中段扫题来自于还是杀鱼狼 从别线出来 从别线出来 侧散一下 你做一下你的腿伐 杀鱼狼还是习惯性的把自己放在了绳圈边 有点体能又稍微有点下降 我看是 是的 这一下的第四回合啊 高原作战确实很辛苦 哦 小西 连续两次的肌腹拳 小西 现在杀鱼狼被Kenters挤在了绳脚 刚才有两拳打得不错 被挤到别角的杀鱼狼现在开始反扑 反不通了 这是两边非常高的选手啊 招手中创还一样能反击啊 老将就是老将 我现在看到Kenters双手拿得非常高 想要去运用步伐去压制 杀鱼狼现在是双手下锤 就是一个高扫踢 对 多做腿 那你的得一技多做 我看到所剩试验部都用了肌腹拳来自于Kenters 杀鱼狼有没有反扑 再一次中拳和袭击的反扑 再一次的中高段扫踢 看来这个下半步呢比赛的这个Kenters啊 他这个好像体能也有点下降 拳的力量好像没那么灵力了 Kenters的肌腹拳是他得一技 好一个高扫踢 打空了 杀鱼狼 好 好比赛 家世赛 第一个回合的家世赛结束 在如果说是有决赛的时候 Kenters觉得决赛还可能会出现第二个家世赛 第二家世赛 那真是考虑匹腾了 杀鱼狼在刚刚过去的一回合当中 有几次的高扫踢 但是呢 由于双方都是到了一个体能的 这么一个极限的这个临界点 在第四回合双方 不仅要考虑到胜负 还要考虑到自己体能的储备 这回合呢 双方都表现不错 但是呢 这个体能的下降啊 还是有的 尤其这回合的下半步啊 你让Kenters动作就做得有点批软了 好了 那就看艰难的判罚吧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 他裁定结果如像 1号裁判 1号裁判 9比10 judge number1 9 2 10 2号裁判 9比10 judge number2 9 10 3号裁判 9比10 judge number3 9 10 4号裁判 10比9 judge number4 10 9 5号裁判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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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